又到了星期五限定聊體談的時間啦 我們今天又來很多訊息要來請教雅力哥了 是 家榮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是NBA的這個市場上 最近有非常非常多的訊息 那我們上禮拜就講過 這個浪花兄弟要不要拆火呢 果然Clay Thompson他宣布呢 他要這個去讀新俠了 那您覺得這個陣容 有機會來衝擊下一季的冠軍嗎 我們來看看這張圖卡 就是最近的這四筆啊 可以說是非常讓球迷這個 印象深刻這樣的交易 先來看到K湯 他以三年五千萬這種先遷後患 去到了達拉斯獨行下 其實胡人隊開出了價格更高 胡人隊開給了Clay Thompson 這個四年八千萬 軍心兩千萬美金這樣的一個合約 其實K湯最想要留在勇士啦 但是因為他生涯到 從開始到現在都是在勇士 但是很可惜浪花兄弟 現在終於是要拆火 因為他跟勇士一起拿下了四座的冠軍 而且他在今年不斷的 跟勇士這樣的一個接觸 就是他開出了就是說 我只要兩年四千萬這樣的一個合約 但是勇士大家都知道 在今年賽季是整個NBA啊 豪華稅腳最高的 而且K湯的一個身手 的確在過去這個賽季 退化蠻多的 上去年的季後賽 他們在第二輪輸給了胡人 今年甚至是在第一輪都沒有闖過 那少了K湯 那現在他現在去了獨行俠 為什麼不去胡人 因為胡人也是他爸爸的球隊 他自己說 四年八千萬其實跟三年五千萬 聽起來好像胡人給的比較高對不對 但是他K湯自己講 他覺得去胡人化 就感覺跟勇士隊很像 他既然就離開勇士 他不要再去到 另外一個類似勇士的環境 新的挑戰 那他蠻喜歡獨行俠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東奇奇 那也在還有凱瑞爾敏在那邊 他去那邊做這樣的一個 定點射手的一個工作 我覺得他自己認為啊 獨行俠的陣型是蠻適合他的 那另外看到勇士隊也走了 另外一位老將 Chris Paul Chris Paul是以一年一千萬美金啊 去到了馬刺隊 那我們知道馬刺隊今年有最佳新人啊 Victor Wemayama 這位法國的一個狀元 就這個月底 他也要代表法國隊來打巴黎奧運 那我們知道Chris Paul 雖然生涯到目前為止是一貫難球 不過他的一個經驗 我覺得絕對是可以來帶著 Wemayama這名 今年這個賽季年度最佳新人來成長 另外看到這兩筆東區的一個交易 Paul George居然去到了七六人隊 而且年均薪是超過了五千萬美金的 這屬於頂薪的這樣的一個大合約啊 四年二點一二億 那從Paul George最早的溜馬 然後去到雷霆 再去到快艇組成F4 結果有人質疑他的忠誠度 我只能說 不管你怎麼轉隊 我覺得職業運動啊 生意就是生意啊 那對Paul George來講 他在整個生涯的末期 他也超過30歲了 他這樣的一個生涯末期 能夠得到這樣的一個四年 年均薪超過五千萬美金的合約 我覺得不要去質疑他的一個忠誠度 你要看他說他去到七六人隊 有跟MB 跟這個 一起來 有沒有機會在東區來衝擊總冠軍 那今年拿下NBA總冠軍的塞爾提克 哇這兩年真的是運鈔車開出來啊 雙炭華Jalen Brown 還有Jason Tayton 都拿下這樣的一個超級的大合約 你看到 五年三億一千四百萬 這年均薪更是來到六千萬 今天我看到一個統計數字 去年給Jalen Brown 今年給Jason Tayton 這兩份加起來超過六億美金的合約 已經超越了當初胡人 三連霸2000年初期的 Kobe Bryant跟俠克 這兩個人生涯總共賺到錢 還不值啊 還趕不上這兩份大合約 我覺得 現在真的是通貨膨脹太厲害了 大鼎心時代 我覺得NBA這樣的一個洗牌 我覺得也會讓 下個賽季NBA 更多的一個可看性 對那講到下一個賽季 其實我們剛剛講這麼多交易 大家也在看是 LaBron James要去哪裡呢 現在確定會留在胡人 那我們講他的兒子也確定要加入胡人 很多人期待有沒有機會父子同臺 不過看起來有評論覺得其實機會不大 原因在哪裡 對國外的一個球評說 在第一年的菜鳥年 Bron James有可能會從這個發展聯盟 也就是G-League來出發 很合理啊 因為他是第二輪第55順位 這樣的一個出發 而且以他的一個身高 190公分出頭 我覺得在胡人正中 你又沒有辦法當所謂的一個3D射手 你可能只能從1號這樣來出發 當然父子同臺 絕對是一個噱頭一個話題 那不過以胡人對現在的一個狀況 他們爭取Clay Thompson失敗 原本希望Clay Thompson 可以來補足他們在攻擊火力上的這個點 但是Clay Thompson去了獨行俠 那現在LeBron James簽了 這樣的兩年超過1億美金這樣的合約 未來的這兩年 胡人的整個總薪資 現在也達到了第二層豪華稅 這樣的一個標準 要繼續補強 真的其實有他的一個難度 而且胡人隊很給老詹面子 給了他兒子Browney 4年將近800萬美金這樣的合約 而且前兩年是保障合約 我覺得對LeBron James來講 就是他 40歲的他年底就要滿40歲 那狀況竟然還維持得不錯 那就看看能不能在這兩年 繼續看能不能把兒子給帶起來 因為兒子 我覺得以新人來說 一定要經過所謂發展聯盟的一個洗禮 你要證明你能夠在一軍 也就是在NBA最頂級的一個 聯盟當中展現出你競爭的一個水準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因為他身高明顯沒有他爸高 他爸身高超過200公分 但是Browney第一個他心臟的問題 現在我覺得也是外界的一個疑慮 不要打一打就是身體上有狀況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Browney James跟LeBron James 這一對副子檔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是爸爸帶著兒子 說不定可以一起打季後賽 可能現在看不到 但或許以後值得期待 那當然看球賽 除了看球員表現之外 很多人是想去場邊看拉拉隊的 不過在台灣出現一個狀況 這是有球迷他去這個新莊看球 那他想跟拉拉隊來合照 結果呢就被球團的工作人員阻止了 之後他還控訴保全 對他動搓 拿出報案三連單 當事人許先生指控看球賽進 演變成衝突 反正他是 我確實是有感覺他這樣 打到這樣子 要不然我也不會去提高 就算這樣 我就算真的攻擊球團人員了 那請問保全可以打我嗎 許先生是富邦漢將球迷 原本開心去看球賽 還是先買了冰粽 要送給拉拉隊員 指控過程中 上前置職的保全有動手 第一天就在新美市新莊棒球場 當天是富邦漢將 對上中信兄弟隊 卻有球迷為了跟拉拉隊員合照 跟現場的保全發生衝突 因為看到YouTuber去前台 跟拉拉隊員拍照 於是跟著跑過去 當下被球團人員制止 事後他到櫃台理論 當時由保全到場出手制止 當時情緒有點 有點高漲吧 然後我就那個跳針式的 就拿著那個影片 跳針式的像 富邦漢將球團的工作人員 我就只問他們 因為我覺得我被就是差別待遇 就是為什麼駕許可以 而我不行 對此富邦漢將球團也回應 當天有邀請這名YouTuber 到台前跟拉拉隊員合照 並沒有進入管制區 對於民眾擅喘管制區的行為 表示遺憾 強調自己是球迷 卻在這次的事件中引起衝突 更指控事發至今快一個月 都沒有收到球團道歉 因此決定提告球場 TB日園吳奎 黃建國黃建文 新北市報導 再過三個禮拜就是巴黎奧運啦 那我們這次的這個代表隊 總共有60名的選手要出戰 我們這邊幫大家整理呢 大家比較關注的這個 三位代表人物 就是柔道男神楊詠偉 還有這個羽球的一姐戴茲穎 另外就是舉重女神郭信淳了 他們現在呢 整個團隊備戰的狀況 怎麼樣呢壓力哥 在昨天公布的這份啊 參加巴黎奧運的這樣的一個名單 我們知道巴黎奧運7月26號登場 那這一次60名單當中 感覺上有一點點 算是陰勝陽衰啦 當然女的代表參賽選手是比較多 當然多排的一個重點項目 那圖卡上整理出來了 當然小黛戴茲穎 我們知道上一屆的東京奧運 他殺進到了羽毛球的金牌戰 好可惜 很可惜輸給了陳雨菲 那當然尋求在59公斤這個量級 我們的舉重女神郭信淳 哇今年要面對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要知道郭信淳他們在 郭信淳在上一屆的東京奧運 他的這個量級是沒有中國的選手 但是今年在整個巴黎奧運啊 舉重量級縮減的一個情況之下 郭信淳在這一次的巴黎奧運 他面對中國的一個正面的一個挑戰 而且這一次的賽程安排很有意思喔 在舉重項目是安排在整個 巴黎奧運的最後一週來舉行 那楊勇偉 楊勇偉的柔道項目 我們知道楊勇偉在上一屆的東京奧運 拿下了銀牌 楊勇偉今年當然也非常有機會 是我們奪牌的一個重點希望 那柔道項目在這一次的巴黎奧運 柔道都是在第一個禮拜來進行 那中間剛好就來看戴姿印 那今年我覺得最可惜的就是 這個李志凱的安瑪 那李志凱上一屆東京奧運 拿到了安瑪的這樣的一個銀牌 但是今年跟這個巴黎奧運 真的是擦身而過 真的是我覺得這隔了三年之後 我覺得今年奧運很有可能 就是不會像上一屆的東京奧運 我們上一屆是拿了兩金四銀六銅 那今年當然我覺得 要達到這樣的一個標準 可能對中華人來會是高標 不過說不定 因為今年多了一些 我們有新的項目 像是圖卡上看到 我們今年PD5也取得了 那會內賽的資格 另外輕艇激流 不定向飛把 我們也希望就是 我們這一次的中華隊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是在巴黎奧運 而且除羽毛球之外 我們的林洋沛也是 最後一次來出賽了 因為李洋瑩說了 那這次要準備退休了 我們希望小代 還有郭信淳 還有楊詠偉 看看全力以赴的情況之下 一切交給上帝 好好的替中華隊加油 感覺會很精彩 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奧運的前面中面 中段跟後面 都有重點賽事 就是讓大家一起來 幫中華隊的選手加油 那我們先來看 是這個最近正在進行的賽事 是歐洲國家盃的足球賽 我一直很想要下班 因為12點要回家看球 不過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這個前陣子16強的這個賽事 有人說看到很多這個 英雄的眼淚 比如說像C羅 該進的球 沒有進很難過 當然之後葡萄牙還是晉級 那另外就是這個西班牙 好像一開始有一個烏龍球 不過最後呢還是扳回一城 對那從在今天的晚上啊 就是7月6號的凌晨 12點開始 然後3點有兩場 這個歐國杯的一個比賽 第一場比賽就是 德國要對上西班牙 是 哇這雙強對決 絕對是非常非常好看 足球迷在這兩天的一個 這個週末 禮拜六 禮拜天的凌晨 真的是要爆肝 我們來回顧一下 圖卡上這四場 這個16強的一個比賽 當然C羅 我們知道 他在2016年 曾經帶領葡萄牙 拿下歐洲國家盃的冠軍 也是他 他生涯代表這個葡萄牙國家隊 拿下的唯一的一個大賽冠軍 C羅已經39歲了 但是從2022年的卡達世界盃 直到今年2024年的歐國盃 C羅已經好長一段時間 沒有進球了 雖然他仍然保持著 在歐洲國家盃的一個 最多進球記錄 那也保持著葡萄牙的一個 進球記錄 但是在今天凌晨 也就是7月6號 禮拜六 凌晨3點鐘 那葡萄牙 那下一場比賽 要來對上法國 那這場比賽 當然大家是比較看好法國 不過球是圓的踢了才知道 那葡萄牙陣中 那個有老將壓陣 除了39歲的C羅之外 不要忘記還有41歲的佩北 那當然 我覺得在 禮拜六凌晨這兩場比賽 其實都還蠻有可看性的 歐洲國家盃的看點 一向都是我覺得 不會輸給世界盃 那我們剛才講的是 簽表的一個上半部 那簽表的下半部 上個禮拜我們就有講到說 義大利這是衛冕軍 哇沒有想到在淘汰賽 竟然是輸給了瑞士 而且是0比2遭到了 對手的一個零封 那英格蘭對斯洛伐克 我們知道佳榮是支持英格蘭嗎 英格蘭前面90分鐘 0比1看的支持 英格蘭也算是一種贏啦 那時候應該那個 比較寬容一點 看了心臟應該快跳出來了吧 還好在 那個後來追平之後 後來居上 那現在擊敗了斯洛伐克之後 英格蘭在下一場比賽 就要來正面 來對決瑞士隊 在簽表下半部的 另外一個對戰組合 荷蘭要對上土耳其 那如果在英格蘭這邊 能夠順利 過得了瑞士這一關的話 那下一場比賽其實 我覺得也不好提耶 因為面對橙色軍團的荷蘭 或者面對今年歐國盃 我覺得戰力還算蠻不錯的土耳其 我覺得對英格蘭來說 其實都是硬仗 不過英格蘭在上一屆的 歐國盃還記得四年前 他們是殺進到了冠軍賽 最後是PK戰 輸給了義大利 不知道今年英格蘭他們的PK 有沒有再多加練一點 應該有練吧 從哪裡跌倒 從哪裡站起來 所以這兩天的這個半夜 我覺得這四場 禮拜六禮拜天凌晨的四場 歐國盃的八強戰 我覺得足球迷 真的是值得報告來收看 是 那現在就是 還在這個八強的階段 到底最後鹿死誰守呢 相信剛剛亞里哥 介紹很多這些球隊的 這個對戰 很多籤表的這個安排 也這個喜歡足球的朋友 一定要持續的來鎖定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聊體談的時間 再次謝謝亞里哥 謝謝佳蓉 謝謝大家 為各位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